与司宴清对谈 今天我们讲讲一个甲肉的问题 就是因为团结港基金刚刚讲了一些有关通识科改革的东西 提议指设合格与不合格这两个选项 施先生,其实通识科不是做了很久 某些都是回归之后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近年很多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 讲讲一下那些舆论就会把他们拉到教育界 再讲一下就拉到通识科 你觉得其实今次 我自己认为通识科现在的确变了两种政治力量的角力的地方 教育一向都是政治的重要环节 一般说国家机器或者政治手段 政治权力当然最主要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但是你也听过叫第四拳就是传媒 教育一样是潜移密化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政治取态 另外就是文化艺术、NGO、非政府团体 这些六、七种的东西 其实整体被看成是政治角力强必争之地 以前社会没有那么多差异的时候 这些情况好像不太觉得 但现在实际上无可否认 通识科已经变成了两派政治力量争夺的地方 不止通识科 将来我刚才说的整个教育都会是 在通识科初初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不贊成有一科叫通识科 通识就是融会贯通 一科去教 变成一个科就是香港这种教育制度 就是考试、用灌书去作为教育手段而产生的东西 通识其实你教什么科的时候 引导学生以整个社会的角度 生活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这样就通识了 你读过大学 我没有资格读过大学 大学英文叫什么? University Universe Universe 即是宇宙 即是一体 这个世界有什么叫什么科 我自己读书没有分科 知识便是知识 知识便是一体 所以我譬如管理 我管理可以用自然科学去管理 不一定要读管理学 譬如人事组织 我用它叫结晶化 即是Crystalize 即是你公司的主要人物 有一套很清晰的理念 你这个晶体是一个完美的晶体 你擠入溶液 它的分子撞进去 便会排列得很整齊 你的晶体便会越来越大 你原有觉得晶体一颜一忽 它便很难结晶 完美会互相妨碍 这个也可以当管理学的一种角度 譬如你 我认识是大销售 我认识是用传业法 如何销售 最重要是销售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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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销售 销售 销售 你既熟这几个销售 你之后 先讲这条 接着讲那条 人一看 他说声给你一说 标准和说法 没有力量 何必会接受销售 销售 又包括身体語 这是自己相信才会销售 你并不是识识 都识及销售 所以这些与管理无关 这些都是自然科学 这是人的 所以我没有读过通识,没有读过管理 有什么知识就用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你也有很大程度 否定了通识科的教学功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科是否可以撇脱一点 重新想一想,要还是不要呢? 好过现在,因为现在说 刚才我说过,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说通识科不需要考试 考试怎会知道你有没有通识呢? 你要让他在社会里面实践才知道 我试过,有一间学校和我的基金申请资助 我叫他让学生玩完 你愿意搞这个活动呢? 我就资助你 一组组学生,负责汤鸡 有人试试汤鸡 你懂得搞定汤到一只鸡 我就资助你 我认为汤鸡有很多通识 我认为汤鸡有很多通识科 因为可以知道应该在哪个位置 是的,这些是试试 另外,这些感染到 原来人是要吃其他生物的 才是生存的 原来生命在最后的秒钟 是怎样挣扎的 哇 最后他们说不行 不可以做的 我说通识科就是 去街市买菜、去烫鸡 他为什么说不可以做 为什么说不可以做 他说很大风险 鸡摸也不能摸 摸一只鸡就有勤劳 那什么都不做 譬如通识科去钓鱼 也有通识在里面 很多东西可以学 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局限 我们学的知识是令到香港出不到人才 另外,其实有些意见 应该将中史 因为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对国家历史的认识不足 对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 所有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会面对 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不需要只靠历史去说 但如果有些人说将中史放进去的必修科 你贊不贊成? 任何地方历史都是必修科 在中小学里面 你有没有看哪个世界 又不教历史的? 现在说放在考DSE 当然 你贊成这个点 当然 一定是中国的历史 国际的历史 其实都要学习的 除了国家的历史之外 人类的历史 都是我认为人了解自己在社会定位 选择自己的前途 全部都应该学习的东西 历史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认为肯定要考 即是历史和通识 我认为中学都不应该选科 中学有些人说理科、文科 应该理科、文科都要学习的 好 今天和施生说教育问题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